蜜轉星移,世上一切運行變化總有自己的軌跡 萬蜜亦因輕衰交替而一代代生存到今時今日 而人類方面,隨著年月的推移,身心難免不斷產生轉變 但最令人此料不及的,原來環境的變化已去到一個難以觸摸階段 我們生存的環境已為我們的改變而產生重大影響 南極的旅程令人開攤大自然的奇妙 不過最令大家震撼的竟然因為環境的變遷 而令這塊淨土產生不可磨滅的傷痕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在南喬治亞島沒有什麼冰山的 有,很細座 第四次去的時候就看到一座六十公里的冰山 因為南喬治亞島到南極半島是日幾旋的 所以如果掉到南喬治亞島有六十公里的冰山的話 在南極半島掉出來的時候,應該相信超過一百公里至二百公里的冰山 而那座冰山後回來香港,各大報紙原來有報道的 就是曾經撞到南極半島上,阻礙了一些企鵝 出去搵食的道路,可能有幾十萬企鵝面臨這個飢荒 雖然不是親眼見,但也會體會到一些人類的活動 或者溫度的上升,對南極的一些直接影響 放置越來越多高 地球偏步人類的足跡 城市與大自然之間界線 landing 的無不可分 所以要做到保護自然環境 首先我們要做到就是不留足印 其實NIF NO TRACE不留足印 就是你去戶外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怎樣令到周圍的環境 或者周圍的人受影響或者受破壞 減至最少 NIF NO TRACE我想不僅用在戶外 或者用在郊外上面 其實裡面有一些守則 我覺得平時自己日常的生活都是適合用的 而平時就算說電話 在地鐵裡面不自覺地很大聲 其實都影響其他人 其實這些都是NIF NO TRACE 裡面說的一些話 只不過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 去戶外的時候怎樣做到 對周圍的環境和周圍的人的影響或者破壞感到最少 作為一間公司的老闆 Villian除了帶領同事已及發展業務之外 他身上還多了一分責任 為了保護環境 他致力將保置行打造成為一個良心企業 所以就算我們去香港也能看到 以前我們去行山真的有藍天的 現在去行山通常都是很灰的 尤其我們有參加帶學生 接觸的機會交外環境的變遷很大 以前可能有很多水 那些溪流很多水 現在都發覺很少水 或者樹木、山坡塌得很厲害 就因為可能環境破壞得很大 所以開始拘捕到這個問題 還有我們接觸到外國的資訊多了 因為我們跟外國品牌都開始有聯繫 外國資訊多了 知道問題原來變嚴重 還有他們相應來說要做一些行動 其實一般可能的範圍情況下 我們盡量選一些供應商 是有些企業社會責任 跟我們的理念比較相近 至於一些環保產品 例如有些太陽能充電器 又或者一些價錢高得來 但質量高的環保袋 讓人們不會那麼隨意 扔一些不織布袋 這類都是我們想做到的環保概念 其實我們商店除了賣物之外 都有很多產品可以幫助我們環保 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上 例如這些清洗用品 它可以自然分解 所以如果你拿出去旅行用 就不會污染到那些河流或者水源 其實現在旅行很多人都會帶一些膠瓶 或者自己買水 我們現在有一些更環保的方法 就是一些UV殺菌的淨水筆 這個是很方便的 一枝這樣的薩菌筆 其實已經可以吸收到8000L的水 我們只是每1L用90秒的時間 就可以淨化水而飲用 就節省很多資源 例如不用用膠瓶 以及不用用那麼多燃料 在環保產品上面 都要一段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環保的產品 就涉及到成本 而在現今的社會 很多時候客人會先看價錢 很少想到的就是 價錢比高了 原來是為大自然出了一分力 其實很少人這樣聯想到的 但是就不代表沒有前景 因為現在的意識就越來越高了 就是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 所以我相信這幾年 我們是開始了個頭 而亦都令到很多客人認同了 我們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這個自備購物袋 甚至我們這行之中 我所知我們唯一需要 繞交膠袋稅 因為有些行家 就為了避免繞交膠袋稅 就不賣某一類的產品 例如不賣這個急割用品 或者不賣食品 就可以避過了 但是在於我來說 我就會選擇去面對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想過一些形式 鼓勵多些客人 去用自己的購物袋呢 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慢慢發覺 很多客人開始認同 也有很多客人主動 給予意見 告訴我們 你家公司這樣做 可能更加環保 你做得不夠好 其實這裡我們是 互相學習一些事情 一步一步踏向環保的目標 並不可以靠一己之力完成 而向每一個顧客 分享環保之道 責任也留在前線員工身上 正所謂馬首是尖 Vilan無論任何場合 都會展示對環保的熱性 目求做到身體力行 我只見到寫字樓 我不見到每一間店 寫字樓的垃圾桶 經常有很多刺子 按摩完手之後 一部分是乾的刺子 我會看到是什麼 我不會出聲的 因為為什麼呢 刺子也出聲很小 不是吧 這樣也要省 但你經常口說環保 但自己生活的細節 又沒有在做呢 其實員工方面 比較容易做的 因為我們每年都有員工培訓 再加上他們 一定要出席 所以 由我們四五年前開始 很強迫地要聽一些 為什麼不要吃魚刺 畫一個食物鏈的關係 告訴他們 當然我不會迫到他們 你們一定不會吃 但起碼我可以給他們看 這間公司盡量所做的 和實際的 是言行一致的 可能出了汗 會拔一張紙巾出來抹汗 現在會懂得用手巾 是 會覺得環保 我們用小袋 用小張紙巾 關什麼事 關自己什麼事 那你慢慢 新聞很多 老闆的說 新聞很多 旁邊其實你很多 感覺到 天氣 又說天災 不能那麼遠 其實你慢慢感覺到 你會害怕 就算平時也好 我跟員工出旅遊 即是去一些海外的旅遊 例如去日本 我會提他們 記得戴再用的筷子 不要用那麼多 積氣的筷子 又或者我去廁所的時候 是隨身拿手巾 譬如我現在 我隨身是拿著手巾出來的 我就不會說 大家不要用那麼多紙巾 然後自己就帶著一包紙巾 在那裡用 那我覺得首先就是 你自己的身體力行 然後才可以感染到你身旁的人 慢慢覺得這件事的重要性 環保在這十年間 成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甚至是地球存亡的重要事題 不過 只要我們每一個人 都親手為環保盡一分力 正所謂滴水穿石 聚沙乘託 相信這股力量 絕對可以改變這個 每況愈下的世界